現在呢,我們大家把這個OBS裝完了之後呢 好,我請同學就先站到旁邊 打站一下 來,那我們就進到裡面來啦 這個是您現在看到的樣子 對不對 那其實呢,您一進這個畫面之後 一進這個畫面之後 我把它先稍微縮小一下 您可以看到我們左下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場景 這裡齁 那這個場景的話其實就跟我們現在一般講的所謂的攝影盆一樣 你今天進哪一個節目是有不同的攝影盆 所以這個您可以用這樣做 那也可以怎麼做 比如說我們一般節目會有所謂的片頭 然後節目進行中 還有一個什麼 節目結束ending 對不對,都有不同的固定的那種場景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建成不同的 所以平常各位這樣一進來 開一個新的 各位現在是不是就看到這樣黑黑的 好像這樣子 那麼每一個場景呢 就跟攝影盆一樣 你有哪些所謂的道具 就是在這個地方 從這邊去增加進去 這叫來源 增加來源 那因為我們這間教室 每一台電腦都有網路攝影機嘛 所以待會呢 你應該知道的 我後面這一台 會到你家 在一家會到你家 我現在上課 上這種課我都會在你們 因為節省兩個人力 現在少子的話 老師也要自己辛苦一點 對不對 我們帶來 反正繞到你後面去就好了 其他的不用 不用我去處理了 我可以做其他的 而且我今天有帶好幾條 所以各位呢 不用擔心 那我們就從這邊 那你從這邊找 您看一下 我有幫大家準備這些素材 您剛剛在這邊有找到 這個解壓縮了之後 有沒有這個資料夾就有了 點開 您可以看到 我有一些藍綠幕的影片 還有背景 我們學校的 我放在裡面 我把它點開 您捲到比較下面去 應該就會看到 我把這個檢視放大一點 超大圖示 來 您往下捲動 捲動 應該在下面 有一個在下面這裡 在這邊 有沒有 好 其實你用哪一個 都沒有關係 甚至你要自己找 適合的背景圖 也可以 那我現在找到它 怎麼辦 按著丟進去 就好 按著丟進來 這樣就有一個背景來 所以你要什麼圖片 就按著丟進去 那我除了有背景圖 我也有準備一些透明的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種 去背好的 去背好這個PNG這種格式 我裡面也有講桌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講桌 你可以自己丟進來 你可以像這樣把它丟進來 那大小 您就自行再調整一下 講桌我很認真 我有這樣倒影 這樣看起來地板比較光亮 就是看你要坐哪邊 隨便你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呢 我就可以把我的視訊抓進來 把我的視訊抓進來 把我的視訊抓進來 我們從這個地方 在下面的 因為視訊我就沒辦法直接抓 就從這個加號這邊 按一下 您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叫 視訊擷取裝置 看到嗎 點一下 它會自動抓到您的攝影機 會自動抓到您的攝影機 那因為我現在 我兩台攝影機都在用 所以它會抓不到 好會抓不到 所以我先把 前一個場景的攝影機 我先把它取消 關起來 好 這樣子 我進來 它就會抓到了 有沒有 因為我們一台攝影機 沒辦法同時被兩個 那個 應用程式去存取 好它一次只能 一個應用程式存取 那我現在後面是不是就讓 那個綠幕 對不對 所以 這樣 OK 有沒有就進來了 就進來了 那麼 我們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圖層 所以 您學過 Photoshop 或者是 像我們在 Office裡面 上一層下一層 您就可以按著 脫衣就好 因為有獎台要放上 按著往上拉 這樣有沒有就跑 獎台就跑到上面來了 所以像這樣子 有沒有就進來了 現在只差在什麼 就是您的位置 你要自己稍微調整一下 大小 你要比較大隻 還是比較小隻 這個要自己注意一下 但是自己看的時候 會左右點倒 你等一下用您自己的網路攝影機看就知道 你們看我的會是相同的 但是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是左右點倒 所以我要告訴你 請看這一邊 因為事實上我看到的 我在裡面的 是舉在右邊 等一下 等一下 是是是 我還沒抓到場景 那個場景 從哪裡丟 從這邊 從這邊 這裡這裡 您預設進來都有一個 預設的場景 有沒有 那您 您可以從這邊直接選 但是這樣比較麻煩 所以通常我都會找到 檔案總管 找到圖圖 按著丟進來就好 您可以丟影片 也可以丟圖片 那我剛剛要用台南藝術大學 這個怎麼會 在這個 有一個背景圖 找到了 對不對 按著黃裡面丟就好 可是我現在是打到裡面 丟哪裡 丟到OBS裡面 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好 那我等一下幫您看一下 所以這樣我就進來了 那 如果說呢 我要做藍綠幕續備的話 我等一下在這邊 就在上面直接做調整就好 所以 大致上就像這樣子 我先做一次給您看 待會再 比較仔細的 我們就 步驟一個月來 那我現在是要把 我後面的背景去掉 背景去掉 所以我按 你可以在我們這個上面 在你的視訊上面 按滑鼠的右邊 有一個叫濾鏡 那各位呢 待會呢 因為你還沒有 藍綠幕還沒有到你家嗎 其實呢 我有幫大家準備這個 藍綠幕的影片 您也可以用這個 有沒有藍綠幕的影片 您也可以用這個 你把它丟進去 一樣可以用 所以如果 你還沒有把 就是 藍綠幕還沒有到你那邊的 你就可以先試看這個影片 但是呢 要留意一下 如果您是用這邊 好 比如說今天應該還算 不會太 太熱了嘛 對不對 好 但是如果你覺得還是有點熱 沒關係 加個瀑布來幫忙 會比較涼快一點 好 你看 你如果用影片的 要注意一下 在OBS裡面 如果您用影片 預設播放一次就會停止 播放一次就停止了 好 那所以呢 你要它不斷的播怎麼辦 你在它的影片上面 點兩下 咚咚 如果沒有打開 沒關係 你就從下面 點兩下也可以 從下面這邊 點兩下 咚咚 它會跳一個這個屬性的面板出來 那我們最重要就是 要把一個地方勾起來 叫做什麼 循環 這樣子的話呢 它影片就會不斷的循環播放 不然它播一次就停了 你就會發現 影片就自動消失了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如果視訊就沒有這個問題 視訊就是OK的 好 這樣我這樣進來 有沒有 那不管是去影片 去人 都一樣 我先把人的部分做一次 您看一下 我在我的視訊這個圖層 這個圖層 按滑鼠的右邊 有沒有一個叫濾鏡 如果說同學或老師 你有用過一些像 這個剪接軟體 其實使用方法都一樣 只不過它做的是即時的 這樣子而已 好我進到濾鏡裡面之後 它裡面呢 在下方 在下面 上面是聲音的濾鏡 下面是影片的濾鏡 所以你在下面的這個加號 你可以找到一個地方 叫做色度鍵 倒數第四個 倒數第四個 色度鍵 你把它按下去 它會先問你說 這叫用什麼名稱 這個沒有關係 就按確定 好 你可以看到 預設呢 它所具備的 就是綠幕 綠幕 那因為現在 如果說您是抓網路攝影機 後面沒有 所以就沒辦法直接去 你可以先用影片 好 那你看 綠幕 好 我上面是不是有點這樣子 那待會兒呢 我們要調整的 主要就是下面這三個部分而已 一個是它的什麼 相似性 相似性 第二個平滑度 再來就是建設溢出 那相似性是最主要的 也就是整體的 所以調整的時候是由上往下 那這個呢 去的不夠乾淨 我就讓它過來一點 其實我不知道各位在螢幕上看 你看像我這樣子 頭螢幕 是不是後面會有點像 那個電視那個 是不是這樣 對 這個就表示那個綠幕 沒有去的很好 就那個數值還不夠OK 所以我再調 往右邊調一點 有沒有覺得 現在那個情形減少了 有沒有 比較沒有 類似那像雜點這樣子 那它這個部分呢 是即時的 所以您可以同步看到 您現在視訊裡面的 有沒有 我後面就去掉了 在這邊是不是就去掉了 那第二個平滑度 是針對什麼 針對你的邊緣 因為邊緣有些時候 我們還會有點綠綠 或者是藍藍的 所以你才可以 透過這邊做調整 但是去太多人 會像這樣 有沒有 變半透明 所以我還是稍微拉一下 像這樣子 去太早 你就會看到雜體 都跑出來 所以 平滑度的部分 主要是針對 就是我們 邊緣的地方 物件的邊緣 最後 建設一出 是做什麼 跟彩度沒有關係 你越往右邊 隔眼滑發現 紙圓變墨距了 變黑白的 我越往左邊 就越接近你原本 就是攝影機出來的顏色 攝影機出來的顏色 當然你這個視訊 不見得人家往不攝影機 如果您是接那個DV 其實也很好 如果有DV 或者是那個單眼相機 其實都可以 只要你的設備 可以進來的話 就OK 您就記得 在調整的時候 這個是針對由上而下 因為相識定是最主要的 所以你要先調 一定要先調 那這個會的 我們再針對這個瀑布 你看點到它 我在這邊按右鍵也可以 濾鏡 好 在下面這邊 色度鍵 色度鍵 一樣我進來 預設就是綠色的 那你覺得去的不夠 我再去多一點 有沒有這樣瀑布就 綠色就去掉了 其實你網路上也可以找到幾個 那個Youtube頻道 他們專門在分享這種 就跟好萊塢一樣的 這種所謂的 動態和趣味的素材 好 那這樣好了 關閉 所以呢 如果你需要量快一點 這樣 是不是就OK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是用影片的 也可以 用這個 就是視訊的 當然也是沒有問題 這樣有沒有簡單 等於以往這一塊 其實我們是必須要花比較多的 硬體的設備來完成 但是因為現在 軟體已經怎麼樣 能力越來越強 所以它就可以比較容易做到即時的 但是它其實還是有個限制 什麼樣的限制 對了 我在這邊 有一個 您看到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的藍綠木 高度不夠 我是不是有些地方去不到 怎麼辦 它可以裁切 不只是我們的視訊 你的圖片 或者是影片也可以裁切 那怎麼裁切 這裡有個快速鍵 您可以記一下 這個 如果我要把這個 多出來的切掉 我會按住鍵盤上的ALT ALT 這個按鍵 ALT 按住再來拉動我們這個 節點的時候 它就是裁切的功能 就是裁切的功能 所以呢我現在呢 按住ALT 好一拉 有沒有發現有裁切的邊 變綠色 按住一拉 你如果沒有按住的時候 它是什麼 放大縮小嗎 對不對 有按住的時候 它就等於是裁切的功能 好就等於裁切功能 而且因為會變顏色 所以對我們來講 視覺上你就容易判別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OBS在使用上 它沒有太多困難的地方 主要就是在這個部分 主要就是 你要準備好你的欄運 這樣就OK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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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